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位观众跟我说 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得了一种病 我问是什么病 他说是腹肌强烈反复收缩 使横隔膜下降 导致盆腔疾病 俗称 笑尿了 但是这关我们节目什么事呢 谁让我们这档节目 是一档从来不欺骗观众眼泪的节目 从来不在户外跑来跑去的节目 从来不用黑幕的节目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红幕布 肖奥帮的绝活即将上演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 准备好了 笑傲 慕齐 慕齐 慕齐的男人才是男神 哥为什么是男神 因为哥 慕齐 都知道了 慕齐能 喝了 喝的高马豪瓶 喝的一塌糊涂 三缸白酒没挡住 嘎嘎 窜了 没少路啊 你问我几点了 光带酒没带表 你等我一会儿 大晚上十二点 还让不让谁叫我 十二年了 我有招 不跟你闹 我回家了 回家了 哎妈呀 没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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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又喝了你啊 天天喝个晕三 我想不想过了 我知道了 你回我老规矩 我刚外面就完了呗 你 你 媳婦啊 你早点睡啊 我嘴夹上了 这嘴唇都给我夹着你 不自信的男人才会在家呢 哥为什么出来 因为哥 自信啊 被粘出来了 太自杀性了 哎呀 孩子拿出我的楼道小神器 九十九月九 恭喜啊恭喜 胆子不小啊 敢藏私房鞋 滚出去 哎 喂 妈 大姐 偶遇啊 咋的被撵出来了 大哥 你咋出来的 我咋出来的 我九二年 我妈抛肤 给我生出来的 不是 我说你咋在楼道里坐着呢 我一回屋啊 你嫂子老跟我亲热 又老又抱的 又催腿又按摩的 哥应他 哥要冷落他 哎呦哥 你现在都这么牛了吗 必须的 因为哥 自信啊 哎 老弟 刚才喝谎的呼听说 咱们藏私房钱了 没有 小样跟我俩装的是吗 藏一点 让他发现了 藏钱怎么能让媳妇发现呢 对呀 我觉得我藏的挺安全的 你藏哪了 我就藏我那裤子里了 你咋不藏你媳妇兜里呢 就你这智商啊 坐地铁都得从二臂出口出啊 那藏钱是有窍门的 古人云 宁可让贼头不让老婆搜 那哥 你都藏奶 藏奶 你猜 衣柜 沙发 抱人 那你藏哪儿 哥 哥也不藏钱 你不藏钱 你教我啥 哥我跟你开玩笑 藏钱那是有绝招的 你看哥藏钱 小样的 随便一个地方 就能拿出钱 什么叫藏钱 哥给你展示展示 小样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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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去了呀 没了呗 想一下 你看这是啥 拖鞋 这不仅仅是拖鞋 它是有玄机的 一张 两张 三张 三张 四张 哎呀我的妈呀 小鞋行 就是有点味 哎呦哥 你这藏钱都出神入化了呀 一举的这算傻呀 这是啥 小广告嘛 老烦人了 听听听 谁烦人 哥帖的 啊 十块 哎呦 五块 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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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零花钱 哎呦哥 老弟啊 哎呦 你们能学了点啊 后来这半面墙 就交给你了啊 下 太牛了 你的藏钱 就这些小窍门 哥都不用了 属于小把戏 现在哥在家的力度 跟你嫂子藏钱 那种明目张胆的藏 明目张胆 咋藏啊 咋藏 哥给你情景在线 你看个哥在家的力度 你学的点啊 啊 老公回来了 啊 我一个月五千 自己留一千多吗 给你四千五千过日 我自己留一千多吗 一个老爷们在外面有点应酬 你说给你自己留一千多吗 多吗 多吗 老公 一点都不多 看到没 哎呦 你为什么被撵出来 因为你没有地位 你为什么没有地位 你没有气势 一个男人怎么才能有气势 你得吼 咋吼 吓人不 吓我一跳 首先 要想吼好 来 马步站好 喷枪打开 不是 胸枪打开 喝得我打到那个共鸣啊 来 给哥吼一声 你媳妇咋不掐死你 你这是惊疤的声音 你的好处造那种气势 你的感觉不对 哥给你调一调啊 来发挥你的想象 现在前边有一个大骨头 很多狼狗都在想这条骨头 你怎么办 你要充满杀气 跟他们抢啊 感觉找到没 找到了 起着上了没 上来了 那还等啥呢 奔跑吧老弟 看来 但凡有一点心眼啊 这招都不能用啊 我姐就让她给我试试 完成我这个梦想 干什么呢你 你有病啊 滚 哥呀 失败了 我知道 不是 你咋说的你啊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咋说的 我就说 我一个月五千 我给你四千 我留一千 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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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毛病啊 但她说一句话 我就懵了 她说啥了 你那两千块钱哪去了 是 那两千块钱哪去了 所以我那两千块钱哪去了 老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一个月挣三千块钱呢 你挣三千 你说五千 哎呀 我就 就你这智商啊 二币出口都不适合你走了你 哥呀 我现在这已经不是藏钱的问题了 挣极了 她就怀疑我在外边有人了呀 有人不怕呀 哥再给你治一张 你爱不爱你媳妇 爱 你喜欢爱不爱你 更爱 这就晚了 哥给你使个破坏疗法 你到家就跟你媳妇说 我外边就有人了 爱咋咋地 不是哥 这不行 不是 破坏疗法的精髓 主要在于 以毒攻毒 明白不 不明白 不明白 哥再给你演一遍 清醒再现啊 学着点啊 老公回来了 啊 天天天怀疗我外边有人 今天我跟你说 我外边就有人了 爱咋咋地 老公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爱你 爱你一天你老怀疗我 我跟你说 这日子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离 哎呀 老公 能不能不离啊 不能 看到没 哎呦 哥 看到没 太有难了 学会没 学会了 学会你的状态不对 哥再给你调调 来 发挥你的想象 发挥你的想象啊 现在啊 你已经有钱了 来 气质搞到没 找到了 感觉上了没 上来了 那还等啥呢 奔跑吧老弟 这一回能活得出来 我都算到命大呀 恭喜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滚 哥呀 失败了呢哟 我猜到了 那个 你咋演的吗 要我这么演吗 我就啊 你这么演的 你咋演的 我说我外边就有人了 我不光有一个 我还有三个 我还有个小三群 然后就成这样 你自己给自己的 还加戏了你 是不是 你这不是破坏疗法 你这属于是毁灭疗法 哥帮不了你 哥哥你得帮我呀 你不帮我 我这么毁了吗 不是 你是我亲哥呀哥 哎呀看来哥呀 得使出哥的臂杀技了 啥臂杀技呀 会喝酒不 我会 哎 你妈哥 你这哪都有酒啊 古人云 酒壮怂人胆 明白吗 不明白 不明白 等一会儿 嗯 辣 不辣 那是娃哈哈 啊 当年武松和娃哈哈 能打虎吗 古人云 三碗不过港 那武松都喝十多碗了 都喝多了 迷糊了 那一上山 老虎跟老鼠都啥啥分不清楚了 哦 那上下定当一顿就打呀 酒壮怂人胆嘛 明白吗 来干了 干干干干干 哎呀 啊 酒壮上来没 上来了 感觉找到没 找到了 啥感觉 哎 打虎的感觉 那还等啥呢 奔跑吧 武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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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 这不喝酒啊 都有点缺心眼 这一喝完酒啊 后果不堪设想啊 那个 龚老弟啊 哥只能在外边祈祷 祝你平安啊 哎呀 哎呀 那个 差不多就行了啊 你少打 哥 我进去才睡觉呢 啊 我蒙上被一顿打 还还手吗 哎呀 我根本没机会还手 你就说可以这张好不好行 好行 刺不刺 刺 这回你媳妇 肯定怕你来老实了 这回回家吧 你媳妇肯定老实了 是哥 哎呀 小事儿嘛 这不都谁哥 做点三事儿嘛 回去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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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点小三事儿 谁呀 啥也不说 你给我一顿打呀 你给我出来 公老弟啊 你打的是我儿媳妇 你给我回来 公老弟啊 你给我回来 我们校伙帮总导演啊 她叫开开 开开呢 人虽然长得很帅 但开开有个毛病 太抠了 前两天呢 她老婆生日 她就问她老婆 宝贝啊 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啊 她老婆说 我想每个月都有一个新包包 和十件新衣服 开开们说 噓 别说话 生日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你看她咋那么抠呢 但她还不是最抠的 在校奥邦 还有一个人比她还抠 让我们有请 小沈龙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开着拖垃圾 把玉米 把玉米 活活累死你 酒菜就在梦里 梦见妈妈叫醒你 干啥呢 干啥呢 炸我一气 我饿了 饿了 混音真气 眼睛正在人看 哎呀我怎么 我正在这唱呢 你说你俩吃人 都看你俩谁看我呀 我这我来的 你来看谁 看谁 你来看 大哥你来口 热热腥了 滚 不是不是擦擦 我自然 我这心啊 这是导演派来的 就整个俩鬼 天天搅和我 这边录节目 那边倒乱 一天就不让我 好好录节目 就让我给他找对象了 我说哪给你找 点那么口啊 找对象不找嘴大的 说废口红 什么年头了 不点灯点蜡 不用打火机 用火柴 划火柴的时候 掉了一根火柴 就为了找着一根火柴 划没了一盒火柴 捡完指甲盖 掉地也都得捡起来 捋直了 踢踢牙再扔 我最烦这样扔 那天吃饭去了 出去问我 老师你吃啥不 我给你带回来 我说吃啥呀 你能带啥 整点咸的就行 回来给我买袋盐 最可气的是 给我带了个勺 还问我 用勺行不 我用筷子 那咋不带点糖呢 我怕你得糖尿病 男人最重要的是 有才华 有气质 你说你一天天 你说你懂个啥 那天看电视问我 龙你说那个发高 穿了一个牛仔裤 穿个皮鞋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是海绵宝宝 发高穿个牛仔裤 你哪里咋那么变态呢 把裤衩穿外边 那是超人 啥也不懂得玩 前两天跟我说 龙啊 我做梦了 我梦见一个小屁孩 拿剑射我 我也没惯着的 我薅过来 啪啪啪 一顿大嘴巴子 打完我就后悔了 他说他叫丘比特 我说那完了 你把爱神揍了 你这辈子肯定光棍了 哎呀龙啊 那咋整 你找个大师 帮我算一下 给我破破 找啥大师 东方的大师 能管了西方的爱神呢 越界了知道不 再说你咋那么迷信呢 找啥大师 你给我去看看吧 我家楼下有个大师 领我去 强把火把我拽去了 一到那儿 见着那大师 没把我气死 那老头长得 瘦得跟猴似的 留着山羊湖 往那一座掐个宗旨 马路牙子一座 还摆个摊 摊上这边摆了一摞袜子 写着十元三双 那边摆的鞋垫 五元四对 中间摆了个香炉 供个神啊 供个土地 我都能认 他供个宋小宝 我问他 我说这是个什么鬼 他说这是孝贤 治百病 我说那你是哲学家呀 导演还害怕了 叼个烟点着了 抽上了 大师瞅他一眼说话 大师那眼皮当了 都快过嘴了 你知道吗 把眼皮皱起来 我算你感冒了 导演吓坏了 亚龙啊 他都知道我感冒了 他厉不厉害 我说你闭嘴吧 你就一个鼻壳孔冒眼 他能看不出来吗 我算你 我算你是 一点到三点出声的 而且是凌晨 导演吓坏了 太灵了 他都知道我的出声时的 大师是这样说的 凌晨一点到三点是丑时 符合你的气质 我说这都什么晚上 大师算得准吗 大师给他闭嘴 那个过来吧 我给你摸骨相面 摸骨相面老龄了 一生你把衣服穿上来 不用脱 大师摸了四十多分钟 哭了 导演吓坏了 大师我是不是有凶招啊 你哭啥呀 老夫干了这么多年 头一回觉得这行这么难 根本摸不着骨头 全是板油啊 减得肥再来吧 我给你算了一下 你前半生是不会有女朋友的 大师那我后半生呢 后半生你就习惯了 大师激眼了 那我不能习惯 怎么想给我找对象啊 大师说你要是找对象的话 你得给我八千八百块钱 我给你破一下 那导演想撒着呢 掏钱呢 我说你犯嘎的 你给他钱干啥呀 他都恶得一样不良了都 他能看吗 他能看他自己在这坐着吗 我说走吧 大师激眼了 刘布 给我五十 我帮你破一下 我说五块钱都不给你 大骗子 我领他出来了 我说你干导演的找对象多好找啊 上电视栏目 那栏目相亲节目整的多好啊 那小曲一放 多好啊 是不是 你整点节目上的相亲出的对象 那多好啊 他说啥 哎呀那晚上不靠谱 那节目就是俩兔子 零二十四个骗子 忽悠我个傻子 我说都同行 这么老可好吗 你说我领你找个相亲网站 啥相一相一行啊 你像那网站那什么 棒打鸳鸯网啊 什么齐离子散网啊 什么家破人亡网上 是不是都能找个对象 龙你说那靠谱吗 我说我给你找个靠谱的吧 我家楼下有个健身房 修饰一下自己比较靠谱 跟我去吧 我不去 我说你咋又不去 我没带打车钱 你出门连个打车钱都不带 我也没带呀 那怎么办 龙啊你都会啥结果 会啥结果 我有公交卡算结果吧 我带你坐公交 那一上公交车 老几了 他还能找着座 那个庙上的 没心没肺就坐那块了 他坐的是黄座 爱心专座 旁边有个孕妇 站了五六分钟 实在受不了了 对他 大哥你看 我怀孕了 你听他说啥 不是我的啊 你又不是大哥 怀宝宝了 宝宝强啊 不是我怀了骨肉了 骨肉有驴肉好吃吗 你的上 啪一个大嘴巴 打完人就走了 那熊二哥 后面还追人家呢 我上去给拽着 回来吧 没素质 知道不 爱心专座 孕妇坐那块 你坐啥呀 回来 晚回一走 看着一小孩 背个书包 可能站着挺累的 他给人怼着了 来兄弟你坐这 小孩站起来 叔叔啊 不坐 你快点坐那块 别闹 叔叔啊 不坐 你坐你嘎头 我坐你了 你个大傻子 我都坐过两站了 我说你快回来吧 上我这来吧 我这有座 往我这一坐 砰打放一个 他这一个放完之后 司机一脚刹车 就闷那块了 哎呀我去 又爆胎了 你放你就放呗 放完了之后 最可气的 他瞅我 他瞅我 旁边人就都瞅我 都以为是我放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有人放一个 别人要瞅你 你要不瞅出去 那就是你放的 我瞅卖跳的 我瞪眼瞅不到 给你小公子 瞅脸痛红啊 他卖片小公子 有经验 可能这种事 经历太多了 站起来了 咱们请刚才那位先生 站起来唱首歌好吗 人家就是解个围 也没说你 导演站起来 那个我唱歌不作业 我说走吧下车吧 一会儿我都丢死人在这了 我俩下车 来到了我说的那家健身房 往里一进 还没等跑步呢 跑步机一个人踹碎一个 他上乘凉去了 一上乘二百八 还挺高兴 龙儿你看我瘦了 我说你鬼变去吧 那秤就到二百八 我说你一脚踩一个 俩秤凉正好 往上一刹 哎龙儿 这个小黑秤 为啥不亮呢 老板出来了 来胖子 踩我家电磁炉干什么 我说我真是惹不起你了 我说你赶紧找个对象吧 你不找对象 没人能管了你 他说找啥对象啊 我给爱神都揍了 没人能找我了 我说给爱神揍了 没关系 我帮你找个大师 这个大师狠呢 婚庆行业 她是鼻祖 就是她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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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想妈妈 她不想妈妈 我能把学家不想 她不想妈妈妈 我能把学家不想妈妈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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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武侠界有一个人物很有名 他叫杨过 对吧 那这次我们的校奥帮 也来了一位杨过 来有请流量白鸽 与君一吻别 天地各一方 死去无归期 生死两忙忙 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你说 是大鹅炖土豆好吃呢 还是炖酸菜好吃 干锅最好吃 你说的那都是傻话呀 你一天天 你巴巴巴巴 你就知道吃 我跟你说呀 就你这样 他是不会来救你的 等等 嗯 猪的鸟子好吃 滚 哎呀 我离那个他 你啥时候能来救我呀 我来救你了 我是杨过 十八年了 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 今天 我终于找到果木 这么多年不见 我都怕认不出来他了 亲爱的 我来了 你终于来救我了 啊 当初是你 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晕着爱 把温慕回来 哎呀 你咋疼了 哎呀 哎哎 这下去下去 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了 我也激动了 你终于 你的胳膊呢 我为了救你 苦练无功 结果走火入魔 手指头上起了一个倒刺 发炎了 发炎了 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 结果 就把我截肢了 没关系 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 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 我也心甘情愿 真是苦了你了 之前 你是那么的温弱 为了救我 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问吧 胳膊断了 这指甲 谁给你绞的 听题呀 你说的那是傻话呀 你是不是有缘的 我有啥缘啊 我告诉你 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把嘴给我闭上 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 最后得到的结果呢 成绩是领导的 财产是留给儿女的 金钱是媳妇的 媳妇一不小心 都有可能是别人的 只有错误和缺点 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 我们男人容易吗 漂亮啊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 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在一起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今天我要带他走 你给我让开 让开 你让我让开 我就让开 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那你想咋的 咋的 按照江湖的规矩 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 我才能让开 既然如此 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 黯然销魂掌 黯然销魂掌 受死吧 你真动了 你倒出招看他呀 我干啥呀 我的二人销魂掌 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 和十分难过的时候 才能用出来 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 太开心了 用不出来呀 哎呀那怎么办呢 对了 你用语言刺激我 刺激 说让我伤心 让我心痛的话 来吧 我不爱你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 那那你 你长得太丑了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甚多虚呀 我长得这么帅 怎么能说我丑呢 说的真的 真的 真的 就是 我跟隔壁老王有一团 好 好 好 再来一遍 我跟隔壁老王有一团 有 有 我跟隔壁老王有一团 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会打架了 加加比 啊 耶 K.O 他太帅了 你说的太真实了 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我说的就是真的 他就是隔壁老王 啊 照顾好咱们的孩子 小王八 哎 哎呀你别追了 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跑啥呀 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 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 我对你啥呀 你还不了解吗 好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 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在一起 在一起 你们两个 不能在一起 你怎么来了 他是谁啊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 啊 你就是李莫愁啊 不认识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 我告诉你 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你这个第三者 不要插足 你说啥 哎呀 他敢骂我是第三者 你干啥呢 你没听见他骂我吗 你给我干的 用二人小还长干死的 是不是我用的 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 老王隔壁老王 我懒的事全都是真 哎呀天天天天天 我不想再用这招了 太伤心了 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 我的武林绝学 焚身术 焚身术 你们瞅 受死吧 李莫考 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塞 焚身术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们几个简直就是 一模一样啊 我现在都已经分不清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呀 太棒了 好了 别在那废话了 赶快出这儿吧 李莫考 受死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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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答错了 李莫考 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没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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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给我追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你给我解释清楚 解释啥呀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李莫愁咱着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你给我滚毒子 哈哈哈哈 你说我滚毒子 什么是毒子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是毒子 什么是毒子 啊 在东北 哎 毒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 它可以扯 可以装 可以玩 可以滚 如果你在外面扯毒子 回家跟我装毒子 我会让你玩毒子 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毒子 这 就是毒子 翻滚吧 牛宝 啊 啊 这就是万能的毒子 厉害吗 咱俩可别扯毒子了 一会来人咱俩就彻底玩毒子了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 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在一起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啊 这又谁呀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凡海 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对呀 凡海 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对呀 虽然它是有点烦人 但是它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千年蛇妖怎么了 对呀 千年蛇妖怎么了 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 凡海 你不懂爱 我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千年蛇妖 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我就是千年蛇妖 千年蛇妖怎么了 千年 你跟我说 天天还没盘工 你是谁呀 我白素晨呢 老头 你是谁呀 哈海呀 这是哪儿啊 雷锋塔呀 这不是古墓吗 你们这一个个的 古墓在街对面 哎呀 不好意思 走出了地方了 告辞 回来 回来 谁呀 你 咋的了 回来 谁呀 你 我呀 啊 咋的了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你怎么知道 找你姑姑完了 因为你的姑姑 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 啊 他俩 他俩都过扔了 龙儿 我等了你十八年 你居然和一个卖药里跑了 官人 你就别伤心了 谁是官人 我是杨过 哎呀 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 反正之后呢 你要跟蛇过了 我说你咋一击动就往我身上攀 一击动就往我身上攀呢 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其实在我们老家 蛇也叫小龙 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小龙女 罐 小龙女 罐 从此 杨过何小 白素贞 过上了没羞没躁的幸福生活 我们小龙有一个选手很厉害 他能够一人分射两绝 我就很羡慕 我就说 哥你这个技能能不能交给我 让我也能表演一下 他说这个技能 如果表演成功 你一定要相信 你的妈妈就住在你的肚子里 妈在这儿呢 有请赵红颜 自从我上一次藏钱之后啊 怎么劝都不行 我这媳妇非不跟我过了 直到我把家里面的财政大权 都交在她的手上 才肯回来跟我过日子 这男人嘛 藏着四方钱 那是必须的 臭小子 别被老婆发现了 好了妈 我知道了 媳妇 我回来了 哎呀老公 回来了 拿来吧 什么呀 快点拿来吧 不得说啥吗 今天发工资 媳妇你不说我都忘了 媳妇你说我们领导 今天跟我说啥啊老 你说他 不够 你还有 你说我们领导 今天跟我说 还有 媳妇你说我们领导 今天跟我说啥啊 肯定还有 儿媳妇你也太厉害了 好了妈 藏钱这一点我随我抱 把衣服搭上 行啊老公 你这衣服啥味啊 啥味啊 香水味 别闹了 哪来的香水味 哪有香水味啊 说 是妈喷的 跟我没关系 你在那糊弄谁呢 你在那糊弄谁呢 你妈平常只喷花落水 我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的 你说啥呢媳妇 我还外面有人 我里面没人 我人在哪呢 我还有人 我人在哪呢 哪 啥 脚吗 脚底是啥 地板 我让你地板 钱哪 这钱哪来的 这钱啊 你让我想想 说 是妈抢后班抢的 那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那只鞋 我脱了 媳妇老脱鞋干啥 快点脱 这钱又是哪来的 最钱的 也是我妈 小红包有钱 别学你妈 好嘞 你肯定还有钱 来给我自己脱 你们媳妇老脱啥呀 有人老脱衣服 这身里你都给我藏钱 裤子脱了 老脱 快点脱 天哪 在家里还脱裤子 哎呀 你还给我藏点美金 来 请你脱 再脱吗 这光了 媳妇我透明了 我没有钱了 赵洪言 这才消停几天啊 你又背着我藏私房钱 我看这日子 没法过了 那行 我们不过日子 我们过家 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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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你过国 媳妇你别老生气 这男人在外面 你说没有点零花钱 你说应酬啥的怎么办呢 我钱都没 我的银行卡 没给过你吗 给过 为什么又没收了 不就因为我吃一碗牛肉面吗 你还好意思说 一碗牛肉面吃了我五千六 你是往里边放了头牛吧 媳妇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 现在我对你不挺好的吗 嗯 现在挺好 咱就说去年吧 我们俩去山上玩 我被毒舌咬了 当时我让你帮我把毒吸出来 你是怎么说的 我是合法公民 我可不吸毒 还有咱们家那个破马桶 我最不喜欢刷马桶了 你非得给我买马桶刷 那你喜欢刷啥呀 我喜欢刷碗 那以后就拉碗里呗 赵红颜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离婚吗 离啥婚 张总是你离着老 离婚干啥呀 快快快 干啥呀 哎呀 大哥在家呢 兄弟来 兄弟来了 来来来来 快来来 你家也太有钱了 啥钱 零钱 零钱 兄弟有啥事啊 说 我都不好意思说 有啥不好意思说 说 那你在家说话好使不 好使 那行 那哥我求你点事 说 我想管你借点钱 什么 借钱向你 上一句 上一句 求你点事 再上一句 你在家说话好使不 不好使 干啥呀 没事我妈早就习惯了 那就好 兄弟吃没吃饭呢 要没吃饭的话 让你嫂子做点 咱哥俩单独的聊一聊 吃了 中午吃没 吃了 晚上肯定没吃 晚上也吃了 你明天吃没吃 那没有 去做点饭 我跟兄弟吃点明天饭 请啊 你吃啊 哎呀 嫂子不用麻烦 哎呀 这客气 有啥事说吧 除了借钱之外 那没有了 走吧 好嘞 哎 不是哥 你怎么往外粘我呢 干啥呀 那没钱呢 我 不是哥 我最近手头啊 真紧呢 这没钱 我怎么借你 兄弟 我就管你借两千块钱 你看我这 你钱都在这 它藏着都没了 这底下原先有几百块钱 也没了 我没钱 我咋借你啊 兄弟 我真没有钱了 阿姨借你 哎呦 我的妈 吓死我了 还是阿姨你好啊 瞅啥的 哎呦 包姨姨 没了 钱 兄弟 这没有钱了 有钱 装啊 兄弟 兄弟 你就装吧 真没了 我现在发现了 你跟你妈一样口 你这话说 现在咱俩这哥们 没发出了啊 再见 他没有了 兄弟 你这不理解人啊 赵红颜 这拿菜板干啥呀 干啥 你恶不恶心啊 你竟然在菜板的后边藏个内裤 内裤里边你还给我藏五百块钱 你别告诉我 这钱是你妈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妈 你妈 你妈我错了 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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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傲包由东方样不知道 美副宝独家冠名播出 国际品质 华人配方 被一枚冠军宝贝奶粉 与您相约 笑傲包 有请活报兄弟 姐夫 咋在这歇会儿吧 啊 这才哪到哪啊 当一个标师 体力最重要 姐夫 我压标师不累啊 我压你累 大胆 姐夫这不是暗中保护吗 姐夫 咱到底压的是啥标啊 还有暗中保护啊 诶 该你问的问 不该你问的多一句都是废话 我们行走江湖中人 有多少人 人头落地 往往就是问了一句不该问的问题 你记住了吗 嗯 这个箱子里啊 装的是金银珠宝和五菱密集 但是 这都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这个箱子 里面装的是原外仪太太的宝贝 美副宝 哇 姐夫 这句广告插得有点太硬了吧 多一句都是废话 姐夫 攒了这么多好东西 万一有人截标怎么办 看 这是 银血刀 哇 有失为证 出鞘必见鞋 见鞋必回鞘 删 见鞋 回鞘 好刀啊 姐夫 这把刀 还有一个奥秘 就是每次用完之后 十五分钟之内不能再次使用的 我们官方的把它称之为 冷却时间 洋人叫它 CD 就是说这把刀十五分钟之内再也拔不出来了 对喽 哎呦 那姐夫 那这十五分钟万一有人截标可怎么办呢 以姐夫星泽江湖十几年的经验 这方圆启示力之内荒乎人言怎么会有人呢 截标 姐夫真来人了 此路 是我开 此树 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问问我手里这把刀 刀啊能过去吗 他不让我问姐夫 能那么问吗 相互人士都有黑话的 看我的 这位装士 摸哈摸哈 唐桑米达 你来干什么了 弄点零钱 花花 再问 赵氏 你马是什么马 瞎吗 你瞎吗 他骑的是你瞎吗 好马 刀是什么刀 这把刀 刀刀刀 刀个刀个刀 刀嘞这是什么刀 刀个刀个刀嘞 一把杀猪刀 一刀一刀一刀 刀刀催人老 只剩一朵菊花 随风飘摇 随风飘摇 看 疯了吗 拿出三百两银子 咱哪有三百两啊 我兜里就是几个铜钱了 几个铜钱也行 二位少侠 好伸手 赠你俩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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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 告辞 生意修了 刀个刀个刀刀来 这是什么刀 姐夫 他好像是个卖刀的 姐夫早就看出来 他是卖刀的了 姐夫你看出来还买刀 姐夫这不是看你们 有拆手的兵器 买过来送给你们 这是我自个儿买的吧 哎呀 你可别讲这动静了 听着我的闹心 咱还是说点实际的吧 那是刚才 咱们最后几个铜板了 别说是那几个铜板 只要我们保好这趟标 就是五百两银子 也不在话下 只要没人来截标 截标 姐夫 难道 二位就是江湖中传闻已久的 匹刹双杀 急病 媳妇 把他俩给我绑上 妥了 哎 不是咋一个关键时刻 你就让我上了你啊 我这不鞋子断了断了你吗 你是拿我不当回事儿吧 你别老跟我闹这 可谁 你是不是有银了你 谁有银了 你这叫有银了 要不然咋能这么对我呢 你才有银了呢 哎呀 你还敢说我有银了 说你咋的 我就有银了 咋地吧 我就有 我银可这儿呢 看什么 这就是我银 我就有银 咋地吧 姐夫啥时候事儿 我姐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我就说你有银 到底让我猜中了 是不是 我就说你不说我有银吗 哎 你不说我有银吗 你说我有银是不是 哎 我也有银了 咋地 小周恩 你这事儿比我这大呀 你个臭不要脸 你还有银了 哎呀 打了银 哎呀 敢打我银 就打了 你敢打我银 哎呀 你敢踹我银 哎呀 你敢踹我银 你敢踹我银是不是 你敢 你敢踹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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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踹不踹 老公 啊 我好像笑气了 媳妇我也好像笑气了 老公 你手都打疼了 哎呦妈 给我媳妇打的手都疼 我都心疼了 回家我给你上药去 嗯 咱俩走 走 走 小舅呢 你别拉着 王王跟咱俩 别拉着 你别拉着 你有意思吗 姐夫 你刚才打不上呢 姐夫这刀不冷却呢 你可别扯了 姐夫 咱俩还是赶紧走吧 这林子这么危险 这天色又见完 我还真有点害怕呀 姐夫 怕什么 难道还能有 女鬼不成吗 姐夫 我好像看着点傻呢 咱俩赶紧走吧 这位女壮 不是女瞎 女壮鬼 姐夫 你跟她说人话 她能听明白吗 对了 你不是童子吗 来 拿尿 拿尿 吃的 小舅子 没想过来 姐夫 千万别告诉你 姐 我知道了 这是美人机 你要提高警惕 千万别中计 姐夫 我中计了 不是让你提高警惕吗 你要保持定力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姐 我没保持住 姐 你让我转两圈吧 对不住了 姐夫 这样他还扎我呢 小舅子莫慌 姐夫的银血宝刀 他有五秒钟就好了 五 二 四 三 二 一 快来 小舅子 姐夫 这位女侠毫无功啊 这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姐夫 我不想干标诗啊 再干标诗 我命都得打着 姐夫 我想回家种地 你以为 刚才那些人 真的是来结标的吗 上 姐夫 这些人都是姐夫闯荡江湖多年的好友 为了锻炼你 才特地把他们叫过来 就算我跟他们说 这个箱子里装的真的是金银珠宝 武林秘籍 还有美副宝 他们会抢吗 哈哈哈哈 姐 别闹 他们就这么幽默 姐 别闹 给点面子 小舅子给人 没事 警察这么玩 大家玩得都很好 听不懂吗 结标 姐夫 批插双叉 在 把标车给我推走 破了 姐夫 上车 女鬼 跟我走 告辞 大 姐夫 你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标都没了 行了 行了 姐夫 我也不想当一个好标师了 我还是回家种地吧 站住 小舅子 如果做人没有梦想 那跟咸鱼又有什么区别呢 姐夫给你分享一则心灵鸡汤 停 姐夫 你标都没了 还闪顶呢 还闪顶呢 姐夫 虽然我可能成为不了一个好标师 但是我觉得做人应该有始有终 姐夫 让我陪着你 把那标截回来 好 那就让你我兄弟二人杀出一条血路 就算前面有万丈的深渊 姐夫也 姐夫 我们都有朋友圈 年轻人有一个共识 就一旦你加了你妈的朋友圈之后 你的灾难就发生了 我们有一个总导演 那个开开 他有一天特别忙 忙了一天了 回家发了个朋友圈 说哎呀工作了一天了 累死宝宝了 他妈一看这朋友圈 急了 赶紧给他打电话 宝宝啊 啥时候有的宝宝 这么大事 怎么不跟妈说呀 等他妈弄明白 什么这个网络词语之后啊 灾难正式发生了 他妈每天给他发十篇 网络养生文章 所以你说这个朋友圈怎么发 很有讲究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德云社烧饼曹鹤阳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烧饼club 对 所以说呀 现在大家伙打开电视 在电视机前就能观看相声 那是 越来越方便了 那可不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简单便捷 通讯发达 你看咱们小时候互相大家伙聊个天啊 约个小朋友出去玩多麻烦 是是是 都得提前好几天约下来 怎么说 上我们家找我去 上家找我玩去 麻烦 那可不 要不站楼底下喊 那谁谁谁在家吗 找朋友 都是这样 现在简单 现在什么事 现在打一个电话 打电话出去玩去 都是这样 你是不是有病了 哪有病了 打电话就说吧 有事给我打电话 你比划什么呀这是 我们都这么比划 有事找我玩去 都这么比划 我们就直接说 有事打电话 实在不行把手机拿出来打电话 得了 这不是一个通用的手 是吗 打电话都这么说 你可拉的 有事就说 说不明白就烧纸 那要这样咱别一块玩了 实在不行就托梦 行了行了行了 多简单 你就比划什么 多弱智 人家就是这么比划 过去电话没有 不普及 人家都是这么比划 就得比划 那可不 后来普及就比划电话了 普及那当然就不能这么比划 那怎么比划 这个太原始 那就得这么比划 这不好吗 这不是好啊 这是 我们这是翻盖电话 您等会 这个是电话 对 这个是翻盖电话 对我们这下翻盖 怎么样 还不错 太弱智 什么叫弱智 那什么玩意 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那现在这苹果手机 滑盖的怎么办 那我们就把 促平的 我们把手机掏出来 什么玩意 就说现在这通讯 逐渐就发达 就说发达 而且现在大家伙 基本上很少的打电话 发短信 都是微信 很方便 跟部话机似的 越来越便捷 没事我就爱发微信 没事我还分享 怎么分享 在这个朋友圈里发一张自拍 哎呦还发朋友圈 今儿我就得来一张 这么好的事 你干嘛 你干嘛呢 我拍一张 你拍什么 自拍 你自拍 自拍什么呀 拍大家伙来 你长这么恶心 拍完手机再炸了 干嘛呀 谁一格还还拍 那一个格 是好手机 可贵了 筷筷筷筷筷筷筷 干嘛 擦呢 演出呢 知道吗 演出更得分享一下了 这么多观众看着你就照相 告诉大家伙 我正在录像 好多观众给我鼓掌 哎哟 你们也真是配合 哎呀 你都爱 那个照片不带声音 什么不带声音 应该发个小视频 工作呢 知道吗 再说发朋友圈 有什么意思 天天发 你这就不懂了 朋友圈 朋友圈 朋友的圈子 经常见不着面的朋友 在咱们这个朋友圈里边 互相点个赞 互相留言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都靠他 这叫什么沟通 我觉得互相发者 就是攀比 虚荣心 你懂什么呀 朋友之间需要分享 你知道这朋友圈里 谁都有什么爱好 我那是 一看朋友圈就知道了 那你说都有什么爱好 后台我们有个演员 岳云鹏 小岳 都知道最近火了 是 大圆脸 横化一道跟屁股似的 对不起 不要这么形容人 膨胀 是吗 也不知道岳云鹏 这个膨胀的劲儿 怎么就得这样 我膨胀了 我膨胀了 就跟身上有虫子似的 这叫膨胀吗 这不是 他不知道什么叫 真正的膨胀 那应该是 这才叫真正的膨胀 这叫膨胀 不是你们俩人 我膨胀了 行行行 你们俩人都有点 内分泌失调可能 怎么了 这都什么动作 那不一样 他是这样 我是这样 你们俩一靠前一靠后 对了 以前一靠 当然说实话 你别看人家 人家没事 人家爱自拍 是吗 你别看他长得脸那么大 为什么换一个大手机 为什么 照不下他 你说自拍的时候照不下 照不下必须换一大手机 屏幕宽 来大手机 照得下 没事爱发自拍 都发什么呀 前几天 为了写呗 发了一张在金店的自拍 就是首饰店 发自拍 拍完之后写着呢 写什么呀 今天是我媳妇过生日 好事 带他上金店 让他随便说 喜欢什么随便 我媳妇真跟我说实话 说什么呀 喜欢戒指 手镯 手链 项链 钻石耳钉 说完了吗 说完了吗 走吧 哦 好像不给买呀 对话 他是呢 花钱的主吗 真能骗人 空门 前几天还得瑟 怎么了 显外 最近在印度拍戏 认识了一个印度朋友 嘿 发了一张跟印度朋友的自拍 肯定特别黑 特别瘦 最近啊 这哥们准备来北京了 可能工作 我想带他吃点北京的小吃 应该的 但是呢 印度朋友吃饭呀 不用快的 拿手抓 国家特色 准备带他吃火锅去 哎 这小月怎么那么缺德呢 我给他回复 我得笑一下呀 是 不是你吃人吗 对吗 人不用筷子 你就带人吃火锅 不应该这样 应该吃烤肉 那你想给料 你也不怎么样 省着点菜了 什么乱七八糟 来个生菜 把手搁上边 熟了一加不好 哦 你的意思吃生菜卷手 你真吃得下去 不是 这不开玩笑吗 哪有这么开玩笑 互相见不着面 发个评论多开心 不怎么样 前几天 郭其林也好 发朋友圈 郭其林也发 郭其林也发 当然他发朋友圈 确实是为了显摆 为什么呢 为了显摆 他跟我师父经常在一块 这不是父子吗 其实这是一种分享 前几天发微信 怎么说的 朋友圈写着呢 我跟我爸爸在看电视 让我们这些当徒弟的多羡慕 这父子应该的 我什么时候能跟我师父 在一块看电视 那他爸爸不就是你了吗 对不对 师父家里边也刚买的电视 新买的 大彩电 是 21寸黑白色的大彩电 这东西还不好买 你瞧 好家伙 我跟我爸爸看康熙王朝 康熙王朝 看完之后 我父亲语重心长地教育我 怎么说 儿子 你看看人家康熙 八岁的时候 父亲就没了 平三番灭敖拜 你看看 收复了台湾 统一了中国 真好 一代明君 你看看你 八岁的时候干嘛来着 得教育儿子 德云社以后还交给你 是 想想你 干点什么行 恨铁不成钢了 爸爸 我八岁的时候也准备接手德云社了 你不没死吗 这叫什么儿子这是 真孝顺 哎呦 哪有这样呢 真孝顺 真的 孝顺 哎对对对 然后说到这儿了 师傅平时发朋友圈吗 他有朋友吗 哦 那他可能不发朋友圈 对不对 他没有朋友有什么朋友圈 还真是 他朋友圈那条都是黑的 哦 刷不出来 对对对 你瞧他那个嘴 没有这个功能 是是 而且这个朋友圈里还有一种 还有什么呀 转发的 什么叫转发 这种转发类的朋友圈啊 有的好多让你讨厌 不转不行 不可能 想转就转 不想转拉倒呗 你不可能不转 什么呀 你碰有这种啊 写着呢 什么 今天是寿星老得道之日 转发此条 父母长命百岁 瘦火百年 健康长寿 好 我明白什么意思 转不转 梁先生说啊 这种可转可不转 点开全文 不转的 父母久病缠身 死于车客 大法车 哗就拈死 这也太缺德了 转不转 转 马上就转 马上就转 还有这个 我怀孕了 多攒 什么种事 谁的孩子呀 你病得不轻啊 我哪儿比我没病 我能怀孕吗 你不说你怀孕了 这是朋友圈里边的一种游戏 是吗 比如说有一个好久没联系的朋友了 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怀孕了 附上一张必抄的照片 是 你怎么回 恭喜恭喜 都这么说 上当了 上当了 你只要一回复 上当 当时你也得转发一条 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那不能吧 我就选择发一条 我怀孕了 那这他真做不到 一看就是个玩笑 前两天余老师也上当了 余老师发的 余老师发的一条很简单 我知道事情真像了 这没什么呀 大娘给回了一条 就是余老师的夫人 对不起老公 这个 这个很深奥啊 这个 最可气的是 我师父跟了一条 怎么回的 我错了 倩哥 怎么那么乱呢 太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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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朋友圈啊 每天刷一刷 对于咱们朋友之间 互相交流有绝大 游戏有杯好玩 我怎么没见过你发朋友圈啊 我不爱发的东西 你没事你也发吧 我这我想 咱们直接互动一下 不不不 你发了 我想发我也发不了 怎么呢 因为我用的是翻盖电话 不得不说啊 现在孩子压力太大了 特别是小学生 不幸咱们有请大美丽 有请新有乐队 这是生活的编奏曲 唱出人们心中的旋律 这里有我有他还有你 生活编奏曲唱进你心里 今日主题很尴尬 学习压力大 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 但是我的女儿她长得 她还不如送小宝 我的女儿不努力 她还没大脑 就是作为父亲弟 我一定要把她叫倒 大美丽放学回家了 学习压力大 学习压力大 我也没办法 作业写完没有 写完了 除了外语没写 为什么不写外语 因为我不喜欢 一会儿啊 我给你找个贾安斯大 专门教你外语 贾安斯大 是学韩语吗 学啥韩语 贾安斯大 加拿大来的你 四大爷 教你外语 那我也不想学 你再说一遍 我不想学 你再说一遍 我不想学 停 学习压力大 学习压力大 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我有办法 四哥 这孩子我管不了了 兄弟 你这教育孩子 不能这么暴力啊 得有一个好的心态 这样 美丽啊 四大爷从加拿大呢 回来就是为了教你外语 我在加拿大也待了三十多年 就教你点俄语 来 和四大爷一起读 终于控制 终于控制 注意控制 要有心态 要有心态 好不好 来来来 下来一起来 和四大爷一起读 来好 四哥 你哭了 四哥 哭啥呀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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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神 我这孩子不听话 我这孩子 不听话 你不听话呀 不好意思 好了 妈 别闹了 四大爷再见 你还好意思说 你给你四大七的人格都分裂了 你就不能跟邻居那小雪比比 小雪她那是让样比你强 你说你学什么东西你都学不长 小雪聪明可爱伶俐而且又善良 你把我基因不够强给你生成了主打场 行 提谁都行 别给我提小雪 论身材论长相 我哪点不比她强 你哪点比她强 我头发比她长 这孩子 你的条件不太好 你就得多动脑 虽然你也没大脑就把体格搞一搞 就说你要想要练武术老师都不用找 我现在就找你六舅来给你指导 哎呀 我又哪来的六舅啊 你六舅老狠了 学习阿里达 学习阿里达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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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六舅自信 哎呀 哎呀 贵贵 没事吧 兄弟 没事 啊 六舅真功夫 那 必须真功夫 六舅 你看我这天天穿裙子 这多不哑观哪 换裙子 没事 六舅再给你换一招吧 六舅的绝活有的是 等等 那六舅老厉害了 啥活都会 六舅的绝活你都没看过 给教服了点 哎呀呀呀 哎呀 大 大 等会微博参与笑傲帮话题互动 下载有太多的网易新闻客户端 了解更多幕后故事 六舅的绝活有的是 等等 那六舅老厉害了 啥活都会 六舅的绝活你都没看过 给教服了点 哎呀呀呀 哎呀 大 哎呀 去 六舅这铁弹弓 哎呀我 行不行 哎呀我去腿吗 哎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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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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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 哎呀我看你咋这么疼呢 哎 六舅一点都不疼 哈哈 因为舅 哎呀 自信啊 哎呀 哇哈哈 你说你六舅这两双大长腿 就让你掰成X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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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大大呢 能拿这样打孩子吗 混蛋的玩意 拿这个打 哈哈哈哈 你给我削他 哎呀 真假给我掰的呀 你这么大岁着 你说你 他六舅你休息啊 你给我削他 妈 我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你打我吧 你打吧 你天天让我学这学那 我压力大呀 我们班的笨笨 都学傻了 不可能 学习能有学傻的 孩子啊 人家上来都唱 你怎么不唱呢 嗯 这你班同学啊 是啊 孩子你叫啥名声啊 嗯 孩子你多大了孩子 嗯 你这样啊 就这么问你啊 就是说是你家里吧 给你抱几个兴趣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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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同学咋这样事 sondern呢 嗯 不 妹妹姑娘啊 你跟我闹了啊 你爸知道错了 你爸这样 下回再也不让你有这么大压力了 再也不让你有这么大压力了 是爸爸太着急 才进入了误区 是爸爸太攀比 才让你有压力 二十个兴趣 万一我失去了空间 这样以后爸爸多陪伴 过快乐的童年 学习压力的 学习压力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有办法 学习压力的 学习压力的 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有办法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在二环主路上盖房 警察这谁的房 不如都贴杂了 他说 今天是你生日 你这是想死我了 还是想我死啊 东方卫视小奥帮 不见不散 小奥帮由东方要不知道 美副宝独家冠名播出 国际品质华人配方 为一美冠军宝贝奶粉 与您相约 小奥帮 欢迎登陆腾讯视频 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视频 搜狐视频观看 本节目精彩视频 登陆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中国新闻网 搜狐娱乐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腾讯大声网 关注更多节目资讯 上新浪新闻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中国网娱乐 酷狗全方 为了解更多节目信息